嗨,大家好,我是那个长得不帅,但走得很快的,旅行的人什么远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清平月 辽城高堂啊,有一个清平城 那么这一期啊,咱们就去看一看,那么出发 这边有个文宝碑啊,是高堂县革命委员会 是县级的文宝碑,写的啊,就是古城旨啊 左侧啊,就是省级文宝碑,清平迎戏门 大家能看到啊,上面的这个地方 伸出来的一块,这个是它的排水口啊 这次啊,就有一个碑,写的啊,就是修复迎戏门记 现在咱们看到的迎戏门啊,是1996年重新维修的 但是它所有的清砖啊,都是从民间征集回来的 所以说啊,这上面的城砖都是原来的 也就是后人啊,给它恢复成了原来的样貌啊 但是上面有个门楼,大家能看到啊 它上面画的是清朝的玄子彩画 咱们看了背后的迎戏门啊 它这个就属于清平城的东城门 它始建于宋朝 为什么门楼上画的却是清朝的彩画呢 这个咱就要追一追它的历史了 清平城的城墙啊 始建于宋宣河的七年 也就是啊,一一二五年 在宋朝啊,它是属于啊,土城 到了金代啊,也就是一一七三年 这里增修过一次 然后到了元代啊,一三一七年 这里啊,重修过一次 一直到了清朝的康熙元年 这里啊,又重修过一次 一直到了清朝的嘉庆元年啊 这里啊,才变为了砖城墙 所以说啊,它门楼上画的这个清式的玄子彩画 就能说明它的历史时间 这个是对的 你要是画成宋朝的五彩变装啊 或者是清路彩画 那还是错误的呢 这也算是个知识点吧 咱们的右侧啊,就是营墟门 往左侧转啊 就有一个路口啊 前面啊,那个就是透龙币啊 刚才买瓶饮料 一瓶尖叫啊 大家猜多少钱 三块五毛钱啊 咱我们那儿这个起步价也得四块啊 所以说啊,没事的时候 来这种小镇乡村啊 去看看这种古迹啊 也非常不错啊 物价也非常便宜 咱面前啊,这就是透龙币啊 上面写了四个大字 叫太和元气 大家能看到啊 透过这个砖的孔啊 就能看到后面 原来这后边有那种盘龙柱啊 就是说透过这个孔 能看到那个盘龙柱 所以说叫做透龙币啊 看到这里有没有一个戳 上面就写的 乾隆十五年 临清官瑶 每一个上面都有啊 这就能证明了它的年代啊 这里啊,就是这个照币的挂角啊 也叫角云吧 它的形质啊 就属于绕蝉枝啊 大家能看到啊 这样一转圈转圈绕起来的 咱的车啊 就放在这儿了 往咱的东侧看啊 这就是灵星门 今天这个文庙啊 没开放 进不去啊 这个文庙啊 它是属于明代 那个大城链是明代的 其他的都是后来仿古的 咱遇到这里的管理人员啊 人家带咱进去看一看 刚进门啊 左手边 也就是西侧啊 就有这么一个碑 张天瑞手执树 就这棵树啊 也是非常的高大 咱的左侧啊 那边有一个碑戏 但是啊 碑没有了 这边就写着姓坛 姓坛啊 是孔子啊 讲学的地方 后边的提字人啊 也是欧阳忠实 坐在这里啊 仿佛就能听到 孔子在讲学 他这个建筑 这里就是旺砖 这里啊 就是船子 岭 电板 合方 雀体 画的也是苏炫 也就是中间仿心啊 是白活 两面是玄子彩化 时不时的 也能在地面上 发现这种甜性 大城门 大城殿啊 他的名字啊 就源于宋崇宁的三年 他取自于啊 孔子之位及大城者 范宋啊 孔子思想啊 空前绝后 完美不缺 击鼓圣贤之大城 所以啊 叫做大城门 大城殿 用手抚摸大城门 仿佛啊 又能感到 孔子的伟大 大家透过门缝啊 也能隐隐的 看到大城殿 这边的门啊 也是锁着的 这样 咱就不麻烦人家 大爷啊 过来开门了 这样 咱就离开这个文庙了 咱也别再多耽误 大爷的时间 确实是怕一些孩子 进了掉入水中 也怕这种瓦啊 脱落下来 会砸到孩子 现在啊 我已经能听到 有一些小孩子 已经进来了 咱就赶紧的出去 让大爷啊 把门再锁上 毕竟啊 孩子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咱们刚才看了文庙啊 那个大城殿 就是原来遗留下来的 但是咱没看到啊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镇 有这么多古建的呢 这就要说一说 清平的历史 清平啊 在汉代就设置县了 它的县城啊 就设置在了水城屯 水城屯啊 咱们也去过 那里啊 有黄电缸遗址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翻一翻我的视频 清平县啊 网上追 有非常多的名字 例如 错县 贝丘县 甘陵县 清河县 清阳县 清平县 在随大业年间啊 这个清平县 就被废除了 到了唐武德的四年 也就是公元的六二一年 又重新设置了县 后堂啊 改县为镇 送出啊 改镇为县 宋元凤年间啊 因为黄河绝口啊 县城就由原来的水城屯 牵制了咱们现在所处的 宁宁寨啊 到了后来 又牵到了康庄 康庄啊 就是济县宁的家乡 这里啊 就变成了旧城区 它这个清平县 最后属于哪呢 属于平原市清平县 后来也就没有了 这里啊 就叫旧城 到现在啊 这边的非常多的人啊 也叫着旧城 不叫清平 这也算是它的一个历史吧 这里啊 就是世文宝贝 清平中学大门啊 这个啊 看着像是那种民国的建筑啊 高堂县 清阳高级中学 绿色的墙壁啊 写着教育啊 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右侧啊 就是必须同生产 劳动相结合 下边的提款啊 就是毛主席毛泽东 这里就是清平历史明园 这是历史啊 难眠的地方 咱就小声点说话 大家也能看到啊 它也是没有开放 这样啊 我带大家就一起去缅怀一下 咱们的先烈 好了 清平阵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哥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